那很多人做減肥的時候 減重的時候 可能蛋白質的營養攝取不足 就會開始有掉髮的情形 可以吃一些 像黃醫師自己也有吃 就是可以增加頭髮的聲大 大家好 我是皮膚專科黃余真醫師 大家好 我是皮膚專科王山海醫師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的睫毛都長得太長 然後在頭髮呢 卻可以一直 然後無限制一直在長長 那還有很多跟毛髮相關的一些問題啊 厚秘師 今天呢我們都要來為大家一一解答喔 我們人體的毛髮呢 有三個基本的功能 一個呢就是 保護 保暖 那接下來是美觀 保護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的頭髮 就可以防止我們被曬傷 我們身體的體毛呢 也可以對我們的體溫 有一個恆溫的作用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現代人 會很在意的 毛髮是跟美觀有關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一些進階的功能 其實有一些毛是常在 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說鼻子啊 耳朵裡面都有一些細毛 那這些細毛的功能 就是來幫助我們過濾 那像現在空氣很髒啊 那美毛可能就可以過濾一些髒空氣 幫助進到我們的肺部 那另外呢 像液毛或是生殖器附近 都有毛 那它們就是有一個 保溼或是保溫的功能 這個呢 我們首先就要先看 毛髮的一個生長周期 就是我們管理在頭領啊 還是你身上的毛啊 每一根毛它都有它不可能的細節 那它都會有一個周期 首先是生長期 然後衰退期 然後就休息期 生長期 像那一根毛它就一直在工作這樣 一直長長一直長長一直長長 看它想要長長多久 它一直工作都不休息 它可能不休息好幾年 它也可能就是稍微工作 一兩個月它就想休息 那休息的時候 它就會跳到休息期這個地方 那休息的地方它就不想長 休息之後呢 它又可以再回到這個生長期 重新又開始工作 跟你的頭髮 或是你毛髮的位置 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像我們頭髮 就可以長 對啊 像大家頭髮的話就很長 其實經過王醫師的這個解釋 其實就比較容易了解說 欸為什麼頭髮會一直長 可是睫毛並不會一直長 因為其實頭髮的話 我們大概有八成 都是處在生長期 而且它的生長期比較長 大概長達六年之久 可是睫毛啊 或是眉毛的話 它可能只有四成在生長期 而且它的生長期就只有一個月 然後大部分就進入了休息期 那所以我們的睫毛或眉毛 其實就不會一直無限制的延長 基本上跟基因還是有關係 種族的不一樣 那歐美人士呢 還有我們亞洲人士呢 在研究顯示 每平方公分呢 如果是白人的話呢 它的毛髮量是230根 那我們亞洲人的話 每平方公分呢 大概是170根左右 那我們亞洲人的毛髮呢 也相對是比較粗的 它管徑比較粗 然後歐美人士呢 它這個管徑比較細 我們頭髮的話 大概平均一個月可以長1到1.5公分 那根據研究統計的話 女生長得比男生快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說比較粗的頭髮 長得比較快 或是年輕人 長得就比老年人來的快一些 那另外環境 其實也會有很大的印象喔 像是頭髮算是皮膚的延伸物 那跟指甲一樣 都會是在夏天長得比較快 冬天可能會長得比較慢一點點 對 哈哈哈哈 這個的話我們大概是可以分成 兩個方面來說 第一個的話 這是比較嚴重會有身體問題的 這是因為它的雄性素 整體的分泌都不足夠 那這種時候除了沒有鬍子 它可能還會有聲音間隙啊 或是一些性功能的障礙的問題 那這是需要就醫的 那另外一種狀況的話 其實就是比較跟遺傳有關係 那可能那些人 他們的骨子的地方 雄性素的受體比較低 所以它就長不出骨子 或是那邊本來就沒有毛縫 所以它就長不出骨子 那這種的話就沒有什麼 身體上的關係 對啊 其實是體脂的關係 像在家裡啊 其實梳頭髮 我們一般以為只是要整理一用 那其實梳頭髮的時候 那個梳子可以刺激到毛囊 然後促進血液循環 所以稍微可以幫助頭髮的生長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頭髮其實很多部分 都是由蛋白質構成 所以一定要有足夠的蛋白質 那很多人做減肥的時候 減重的時候 可能蛋白質的營養攝取不足 就會開始有掉髮的情形 所以蛋白質的補充是非常重要 尤其可以選一些 優質的植物性蛋白 或是雞熊肉啊 這種蛋白質來補充 那另外我們可以吃一些 保健食品 因為我們最近的研究 其實都發現 鮮跟維生素D 還有鐵 這三項其實是跟頭髮的生長 非常有關係的 不要過量的情況下 可以吃這些保健食品 對 像黃醫師自己也有吃 就是可以增加頭髮的生長 如果你真的想要刺激它在生長 當然現在有一些 蒸髮水啊 它如果裡面的成分是有5%的 是可以刺激毛囊 讓它擋頭髮出來的 那當然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落髮的問題 譬如雄性突發或圓突等等 還是要找一些診斷 那你後面才有辦法治療 那你的毛髮才有辦法 或是正常的生長 我們不管用刮毛 蜜仔除毛 或是除毛膏 其實都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說用刮毛的話 可能就要注意皮膚表面 不要有些微的刮傷 那蜜仔除毛和除毛膏 最常見的副作用 可能就是 有人會得到接觸性過敏 那到時候就是 反而更麻煩 更轟中 更難看 這樣 那如果想要永久性的除毛 其實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剛剛講的可能都只是 把它弄掉啊 可是你底下這個毛囊 因為我們的毛囊 還是會有幹細胞 或是生長細胞在這邊 所以 像有的人 如果真的想要 比較是永久性的方式 他可能就會用除毛的雷射 因為它那個雷射的話 它直接這些黑色素啊 這些細胞 都會跟雷射光做一個吸收 然後做一個破壞 所以它有的時候 六到八次 它就可以有很明顯的 至少你的 這個頭髮 毛髮的部分呢 是可以萎縮 然後變細 然後慢慢的 它就比較不會再長出來 如果想要讓 你的睫毛啊 變長的話呢 一般來說 像我們在市面上 看到的一些 睫毛的生長液啊 它比較像是 羊毛的概念 它裡面的成分呢 可能會有一些 玻尿酸啊 或是說維生素 然後還有一些生態類啊 另外還有一些胺基酸 這些都主要是 讓我們的睫毛呢 可以有一些營養這樣子 不是就是 可以完全刺激它 長得很快啦 它主要是保養它 然後讓它是 比較穩固的 那如果真的是要 有刺激毛涼的效果的話呢 像之前啊 我們就會發現 有一些青光眼的病人 它點那個藥水 裡面是含有 前列腺的一個延伸物 它是可以刺激睫毛 就是 增長的 但是不管是 生長液或是 保養液的話 其實都要很注意一個部分 就是 也有可能造成眼周的 接觸性過敏 然後包括那個藥物的話 其實後來也有發現 有些副作用 比如說是 眼睛周圍的血管沖斜啊 或是黑色素沉澱 那這個會因 個人體質而異 都是要非常注意的 所以還是要小心使用 基本上還是有可能喔 像我之前在門診的女生病的話 她可能原本是想要讓她的頭皮 這個毛是變多的頭髮 但是她可能不小心 順著她的髮圓 就是讓她全補 結果她就覺得 她的臉毛真的有變多 那她就會有點擔心 我就要跟她講說 沒關係 我們只要小心 不要滴到 不想滴的地方 其實本身 只要停用了 她就還是會恢復 原本正常的一個 毛髮的大小 其實目前的研究都發現是 不會變粗的 那到底為什麼看起來 好像會變粗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原本看到的毛 她尖端是比較細的 可是如果我們氣掉以後 她就從根部 這個比較粗的地方 平的地方 再長出來 所以看起來 好像新長出來的毛 就是比較粗的 那其實就是跟 原本毛髮的構造有點關係 基本上是不會的喔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剃頭 她對於生長的速度 還有頭髮的數量 都是沒有影響的 這一般來說就是一個習俗 只要在不傷害到 小孩子的皮膚的狀況底下 想要做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跟 頭髮的速度和數量是無關的 我覺得應該是沒用欸 我覺得可能得到 接觸性皮膚炎的機會 會大於長頭髮的機會 她可能會有一些 網路上或是文章上面會寫說 可以促進協議說完了 或是什麼 但是就是 我們比較常在 整間看到的嘛 是 就亂塗一通之後 有一些接觸性過誤的狀況 所以 基本上還是要很小心 啊 是做 對 頭髮六 然後 一毛 一個月 一個月 然後其他的皮膚 好像就是 只有長一兩個月而已 頭髮就會一直流長 流到腳跟啊 那你沒看過 你的一毛一直流到腳跟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